宋朝邹英和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哥哥娶妻京士 常遭邹英母亲的虐待 于是邹英就想出各种办法护着嫂子 遮掩嫂子的过失 瞧你这活干的 满满吞吞的早饭做了吗 馒头已经蒸上了母亲 赶快把院子扫干净 扫完院子再把米馍了 别抹抹蹭蹭的 是的 母亲 怎么娶了个这么粗笨的媳妇呢 女儿 你怎么干起活来了 快点歇着去 让你嫂子来做 娘 嫂子在院子里干活呢 叫她做点事比登天还难 磨磨蹭蹭 满满腾腾的 看着就着急 一点都不合我的心 娘 您别这么说 哥哥常年在外交书 嫂子虽然性子慢 可家里家外的活可没少干 别提你那哥哥 提他我就生气 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娘 哥哥虽然不在家 可他交书挣的钱 不都是让人给烧回来孝敬您了吗 娘 外面空气好 您先出去活动活动 等周熬好了我叫您回来吃饭 还是闺女好 婴儿 你也坐下吃 娘 你先吃着 我去叫嫂子吃饭 她米还没磨完呢 你先吃 娘 我去帮帮嫂子 待会儿一块来吃 婴儿 你快回来 哎呀 这孩子 嫂子 妹妹 你先吃饭去吧 都忙活一早上了 我还不饿 咱俩一起就能早点磨完 妹妹 谢谢你 嫂子 您别说这样客气话 都是一家人了 家户活我也应该干呀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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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吃好了吗 吃好了 你们吃吧 婴儿 饭头是你的 那碗汤是昨晚剩的 我热了热 你把它喝了吧 是 母亲 快点吃 吃完了去山里摘些山菜回来 好的 知道了 母亲 母亲 婴儿 我不是让你在家做新女红吗 娘 我在家待的闷得慌 正好出去走一走 以后这些粗活你就不要干了 有功夫跟娘学做女红 别像你嫂子似的 秀个鸳鸯跟鸭子一样 妹妹 都是因为我 让你惹母亲生气了 没事 娘过会就好了 嫂子 别往心里去 妹妹 你还是去陪母亲吧 婴儿 你快看看 娘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娘 这是什么呀 这是娘今天在集市上给你买的两块布料 给你做两件新衣裳吧 真好看 谢谢娘 婴儿就去做吧 嗯 娘 我不要这么多 给我嫂子也做一件吧 为什么要给她做 娘 这几年我没少做新衣裳了 可嫂子自从嫁到咱们家 就没做过几件像样的衣裳 她粗手粗脚的 也配穿这么好的衣裳 娘 您要是不答应女儿 那女儿我就永远都不穿新衣裳了 好 好好就依我宝贝女儿吧 真是便宜她了 嫂子 妹妹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嫂子 咱们快把这收拾好了吧 嫂子 嗯 娘 嗯 女儿今天做了一件错事 说给娘听听 我今天把屋子里的一个陶瓷瓶子 不小心给打碎了 我知道那是您陪嫁的东西 母亲 什么 你把陶瓶给打碎了 是的 女儿没有拿住 一不小心 她就碎了 快让娘看看 没伤着手吧 没有娘 碎就碎了吧 你没伤着就好 真是你打碎的 是的 请母亲责罚 今天不是你嫂子打扫胡子吗 是的 可是我想帮嫂子打扫 谁知道一不小心 就把陶瓶给打碎了 跟嫂子无关 母亲 陶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是的 好啊你 长本事了 你都学会叫人来骗我了 好大的胆子 你看我精彩叫什么不叫去你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骗人 母亲请息怒 母亲请息怒 都是媳妇不好 娘 母亲 你快让开 娘 骗您的主意是我出的 嫂子半点不值 妹妹 你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 看在婴儿的面子上就饶了你这一回 但今晚你就住柴房吧 晚饭也不要吃了 婴儿快吃吧 今晚娘给你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娘 您就让嫂子一块吃饭吧 你要再为她求情 小心我连你一块发 娘 您就对嫂子好点吧 嫂子嫁到咱们家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们应该用心的爱护她 让她感觉到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 媳妇供应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 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 轮不到你教训我 我只有一个女儿 娘 不要再说了 来 婴儿 吃这个 娘 吃这个豆糕得蘸点白糖 没有白糖不好吃 你看我这记性 娘这就给你拿糖去 你这孩子 嘴真急 娘做的豆糕太好吃了 女儿都等不及了 妹妹 嫂子 您饿坏了吧 来 给你豆糕 快趁热吃了吧 这 妹妹 嫂子 快吃了吧 妹妹 阿 周英的好德行 传遍乡里 很快 一户好人家就和周家定了亲 嫂子 今后我走了 娘有对不住您的地方 您就多担待着点 妹妹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对母亲 妹妹舍不得嫂子呀 嫂子也舍不得妹妹呀 妹妹以后还要多回家来看看呀 嫂子 妹妹 乖啊 宝贝 娘 嫂子 快快 让我看看我的乖外孙 这孩子可真招人喜欢啊 哦 真乖 我是影秀母 小乖乖 你真可爱 哦 妹妹你看 她还对我笑呢 嫂子 我走了之后 娘对您好吗 哦 还好 还好 妹妹 你就放心吧 妹妹回来一趟也不容易 嫂子这就给你做些好吃的去 嫂子 您就别忙活了 都是自家人 随便吃点就得了 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孩子睡得这么熟 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 你去和母亲好好聊会儿 我给你们做饭去 那 就有老嫂子了 来 妹妹难得回来 今天可要好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嫂子辛苦了 母亲 您和妹妹先吃 我去看看孩子 去吧 娘 这个软会儿 您尝尝 啊 怎么了 没事 娘 您先吃 我去看看 嫂子 嫂子 孩子 孩子 孩子滚到火炉上 头 头烧坏了 他 他 孩子 他 他 孩子 你说什么 孩子被火炉 被火炉烫了额头 恐怕不行了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 一儿 我的儿啊 我的外孙 你 你还在这儿 你哭什么 还不赶快去找大夫 看看孩子 还有没有救 是母亲 孩儿啊 都是娘不好 娘对不起你 娘把你带到这个世间 才几个月就 孩儿啊 你不要怨恨你救母 要怪 只怪你粗心的娘 嫂子 母亲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对 是我害死了孩子 你打死我吧 你这个 你这个杀人犯 你给我走 我邹家 没有你这样的媳妇 等我儿子回来 就谢修书 母亲 你走 娘 您怎么把嫂子给撵走了 那个爱牵刀的 害死我的外孙 我 我还要报官呢 娘 是我让嫂子把孩子放到他屋里的 这是不愿嫂子 都是我的错 您千万不要怪罪嫂子呀 孩子 好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 娘 您别难过了 我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可嫂子 我去把嫂子给追回来 婴儿 看你瘦的 多少吃点吧 娘 我不想吃 婴儿 不知饭身体怎么瘦得了 嫂子呢 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 没看她出来 娘 我去看看嫂子去 婴儿 你疯了 是她害死了你的孩子 你还去看她 娘 不是说了吗 这事不怪嫂子 婴儿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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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几天不吃不睡了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了 还是吃点东西吧 妹妹 嫂子 嫂子 对不起你 嫂子 人死不能复生 孩子已经不在了 您就不要这样了 妹妹 我该死 我该死 嫂子 您快起来吧 你就是打我 骂我 我也不愿你 妹妹 嫂子知道 你现在心都疼碎了 你就打我 骂我一顿吧 娘 求求您了 饶了嫂子吧 我小时候 您身体一直不好 都是嫂子照顾我 但我如同姐妹一般 何况 我以后也会嫁人 难道 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 婆婆也这样打我吗 嫂子 您别这样 您听我说 孩子死的头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间 有一个神人告诉我 说 这个孩子 本是来抱怨讨债的 因为我平时积德行善 所以提前走了 还说 我今后 会有很多 孝子贤孙的嫂子 真的 我苦命的女儿 但愿如此吧 是啊 嫂子 所以 您也不要太伤心了 该吃饭就吃饭吧 唉 妹妹 我 嫂子 您不吃饭可不对呀 我没了儿子 我没了儿子 你的心真是太好 我才是啊 您不吃饭 我怎么能吃得下呢 妹妹 嫂子对不住你啊 您不吃饭我也不吃 陪你一起饿着 妹妹 您怎么能不吃饭呢 那嫂子 您吃饭了 我才吃 这 嫂子 吃吧 快吃吧 嫂子 娘 您就对嫂子好点吧 嫂子嫁到咱们家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们应该用心的爱护她 让她感觉到像在他们家一样 媳妇恭敬婆婆 就多了一个母亲 婆婆疼爱媳妇 就多了一个女儿呀 婴儿啊 你让我这做娘的真是无敌自容啊 从现在起 我就有两个女儿了 邹英丧子之后 得了一场重病 京士四处求医 在她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 邹英的病终于痊愈了 这一份痔情 连邹英的母亲都被感动 从此 改变了对京士的态度 笑涕是做人的根本 是打开百善之门的钥匙 邹英对母亲的一片孝心 及宽大包容 处处为嫂嫂着想 可谓将笑于涕的德行 发挥到了极点 古人云 天道无亲 长于善人 后来 邹英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其中四个考上了进士 邹英自己 也活到了九十三岁 善终 家和万事兴 孤嫂和谐是建立良好婆媳的关键 婆媳两人能携手合作 必将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婆媳之间自古以来 就是一道难解之体 如果一家人 彼此都能互相包容 体谅 必能家业兴旺 进而影响社会安定 优优独播剧相